烈烈分明的白饭 淋上浓稠的咖喱相当诱人 老国研究发现 咖喱中的姜黄 竟然有助修复脑细胞的功效 失智可以多吃咖喱 在研究上面是有一个 这样子一个效 咖喱种类多 黄的绿的甜的辣的 营养师认为只要含有姜黄 其实功效差不多 研究发现姜黄萃取物 有助活跃老鼠脑部 神经细胞的发展 能够改善记忆状况认知功能 近期越来越多实证研究发现 姜黄素能够减缓失智症情况 国际指引建议 若从食物中的姜黄粉摄取姜黄素 因为公斤体重建议 每日食用3毫克 60公斤的成人 大约每天摄取180到200毫克 建议可以在牛奶加入姜黄粉 也可以上油电子锅 将米饭及姜黄等香料放入锅 只用一般炖煮30分钟即可起锅 姜黄它是一个 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要有油的部分 它才比较能够洗手 因为姜黄具有抗发炎 预防老年失智症的公寿 而目前流行病学的研究 发现印度人罹患失智症比率 远低于美国 关键就是跟饮食习惯 常吃咖喱有关 建阳桥贵轩台北采访报道 一身西装男子一下两下三下用力跳过悬空天架 用尽全身力气刹车停在半空 这精神动作让人行道上行人抬头看到目瞪口呆 在这之前他还NG不少次 跑到一半发现跳不过去 紧急刹停空中摇晃 最后一刻甚至重心不稳 用双手抓住铁架再落地 让大家看得捏拔冷汗 男子跑酷地点还是台大校园 将近一层楼高的悬空铁架 下面还在施工 仔细看他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只剩一身西装笔挺 封完极限运动 这名男子原来本身是跑酷教练 同时也是一名跑酷运动员 社群上自称为台大跑酷社成员 经常触摸各大公共场合进行跑酷 身上几乎都没有安全配备 就在今年三月 他才在南港展览馆挑战 从八层楼高的顶楼一路溜到一楼 当时影片po网引发争议 还因为闯入管制区 遭到管方提告 边的学生可能会害怕 那甚至也有其他的人 可能外校也会过来效仿 那可能就会有不良的影响 这回校园内惊险跑酷 有没有违反社违法 警方还在调查中 但真别把危险当有趣 跑酷运动应在安全场地进行 一旦有个万一 可就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既有杨宣飞亚桥台北报道 停电是十一点多停电的 是啊 停到现在都还没好 还早是吧 末黑走回室内 里头一片无情麻黑 大陆管理员一脸无奈 因为桃园又停电了 历经半个月二十次停电 桃园市民已经停到五感 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多 总理凭证再度上演 接近三千户无电可用 十一点多停到现在 楼上是教室 有影响到学生上课吗 有啊 不只学生上课受到影响 连银行也启动备用电力 室内电灯开的有一搭 没一搭不到打烊时间 里头却空荡荡 客户似乎全不敢踏进 民众一片无奈 再往下走直击银行地下室 沿路一片黑漆漆 只见台电人员打开机房 紧急抢修 因为停电的关键就在这里 银行地下二楼变电室 疑似因为积水环境太过潮湿 导致电子零件故障 而这一故障竟然影响中立 与凭证高达两千七百二十户 大停电 经过抢修受影响住户 在下午两点前已经恢复供电 指示桃园地区停电快变日常 究竟是不是缺电百姓心里都有数 记者刘志展桃园采访报道 日本品牌拉面来台白色汤头 加上肉片 看起来超浓郁 一碗四百多块钱 每天大排长龙 却有客人吃到这一碗 夹出这块猪肉 居然整块都是红色 看起来好像生的 猪肉没熟能吃吗 当下看到是觉得 有点太过生了 林先生po网询问这么生 大家敢吃吗 网友狂盖楼 舒肥不是没熟的借口 不是你这片太生了 要想一下这是猪肉 你那个感觉没炙烧过 确定不会出事吗 深到我觉得猪都坐在前面 对我笑 唱完他们留言反而还比较怕 对 因为大家好像都觉得 这个就是生猪肉 在台湾的想法里面 猪肉就是要吃熟的 可是他刚拍的那个猪肉 真的太生了 他刚才在上菜的时候就有讲 这个是舒肥过的 猪肉上桌前还会用喷枪制烤过 但比较其他碗面 当事人这碗整块猪肉超鲜红 被怀疑没熟 其他碗颜色似乎没那么深 难道熟度都不同吗 店家说是舒肥料理 低温烹调过真的有熟 如果消费者不能接受 会用喷枪再度加工 拉面上的鲜红猪肉 血色真的太明显 难怪被误会是生肉 记者高雄报导